聚接上集 我弟弟去广州了 我们家真的不养猪了 求求你们放过我弟弟吧 既然他不在 那我把这个交给你吧 江雪晨的个体户执照被撕了 这是县里帮他补办的 今天我给你带过来了 江秋水接过了个体户执照 他还记得弟弟曾经说过 个体户是未来的浪潮 他要像猪一样成的浪潮飞上天空 陈老头并未获得谅解 他离开的时候仿佛老了几岁 这些底层的废物有了权利以后 竟然想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 留下这个烂摊子 真是该死 该抓的人全都抓了 是时候该商量 如何赔偿江雪晨了 可是三头怀孕的母猪 只追回来了一头 另外两头已经被吃了 县委已经咨询过养殖场的同志了 养殖场的种猪都是宝贝 千金不换 国营养殖场给这两头老母猪 定价为4000元 现在县里的经济太不景气了 前两年经历了旱灾 掏空了县里的家底 今年又碰上下乡青年返城 整个县城到处都是用钱的地方 县城真的拿不出这4000块钱 可是不补偿江雪晨 县里又没办法跟百姓 跟上级领导交代 我还是回去再想想办法吧 父亲 解灵还需细灵人 不如直接和江雪晨谈谈 我看江雪晨是个有魄力的人 说不准你跟他谈一谈 会有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呢 如果是你 你会放弃4000元的巨款吗 我一个月的工资才35 还得养活一家老小 我肯定不会放弃 但是江雪晨不是我陈男 他的见识与胆识远超常人 他不会局限于这4000块钱的 你跟他谈 一定能迎刃而解 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只有等江雪晨从广州回来 我再亲自去一趟吧 江雪晨下了火车 从空间内将土特产和电视机拿出来 放在自行车上 骑着自行车回村了 江雪晨 听说你小子去广州了 广州那边遍地涨黄金 你有没有发财啊 你们看我车上的东西都拉满了 还猜不出来吗 我当然发财了 一紧还乡 江雪晨 你自行车后面拉着的四方盒子 是什么东西 一台电视机 以后我也是有电视机的人了 我们家的小日子 城里人都比不了 嘿嘿 江雪晨的脸上挂着坏笑 所有人都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要知道现在电视机要好几百块钱 还需要电视机跳才能购买 这可不是谁都能买得起的东西 这小子是真有本事 去了一趟广州 竟然买了一台电视机回来 有了电视机 是不是每天都能看电影 我能不能去你家看电影啊 今天晚上 想看电视的都去我家 不过只能看今天一天 以后我要和清宁结婚了 晚上还要造小孩 不能被你们影响 大姐 你看我带什么西班玩意回来了 听到江雪晨的声音 将秋水走了出来 你怎么出去这么久 也不知道给家里写封信 大姐 我写了信 你也不认识啊 我看不懂 清宁还看不懂吗 你小子就是个没心没肺的人 从小就这样 饿了吧 姐给你做饭去 大姐 我朋友送了我一台电视机 以后你在家无聊 就可以看电视了 说完江雪晨便去打开了电视 黑白聚接上机 那是他咎由自取 黑子的手被打断了 我的母猪也被抢走了 他们是强盗 那是他们应该获得的惩罚 这个女人在江雪晨的印象里 只会哭哭啼啼 在江雪晨需要保护的时候 没有一次站出来保护过她 江雪晨没有留一点的情面 他受够了江有道一家 要不然你们离婚吧 我来给你养老 如果你想让我出师谅解书的话 就拿出赔偿 我们家三头怀孕的母猪被抢走 黑子的手臂被打断 没有几千块赔偿的话 我是不会写量解书的 虎毒尚且不识子 自古哪有儿子送老子 去吃枪子的道理 你真的不能原谅江有道吗 你们可是在一起生活了好几年啊 难道就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我九岁随你改嫁 开始在生产队挣公分 我自己养活自己 我对江有道 唯一的感情只有仇恨 我不断被他们一家人欺负 被他们一家人吸血 在我需要帮助 最无助的时候 他们一家人将我扫地出门 说句难听话 你这个母亲 并没有给我这个儿子一点希望 我叫你一生母亲 是因为切不断续云关系 我对江有道家没有感情 张爱华第一次听儿子 说这么冷漠的话 或许在他和江有道一家人眼中 江雪晨被欺负 已经变成了理所应当的事情 让江雪晨工作 吸江雪晨的血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我嫁给了江有道 自然要听他的 如果以前 我这个当娘的做的不对 娘给你道歉了 我只希望你能救江有道这一次 江有道被抓走 他的两个宝贝儿女都没有来求我 还真是自私的一家人 你去和那些强盗的家人商量吧 只要你们能拿出钱赔偿的话 我可以给所有人出师谅解书 你先走吧 我们家要吃饭了 家里没有你的碗筷 就不留你在家中吃饭了 江雪晨下了逐客令 张爱华被江雪晨请出了家门 江秋水走过来问道 这样做真的好吗 江有道是我的父亲 对了 你不在家的这几天 你有两个朋友过来看你 一个是国营肉联厂的徐科长 他给我们家带来了一斤猪肉 另一个叫陈南 什么都没给我们家 只是说了几句客气话 江雪晨觉得徐光头和陈南是值得结交的人 千里送额毛 理清情义重 他现在有些心烦意乱 毕竟是他母亲的老公 最疼爱他姐姐的父亲 大姐 江有道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 顺其自然吧 说完江雪晨带着一盒点心 来到了黑子家 黑子手上的胯部已经摘了 他的伤已经好得七七八八了 雪晨 你回来了 嫂子 这是我从上海带回来的糕点 你们尝尝 黑子的两个孩子 抢走了包骨 大口大口的狼吞虎咽着 嫂子生气的喊道 我打死你们两个混小子 这些糕点可是稀罕货 我还打算串亲戚的时候带上的 你们怎么全给吃了 听着嫂子的话 江雪晨假装没有听到 他对黑子问道 手怎么样 如果没问题了 明天就可以帮我干活了 不仅管饭 一天我给你五毛钱工资 听着江雪晨的话 黑子瞪大了眼睛 他掐着手指头 想要算自己的工资究竟有多少 算啥呢 江雪晨给你十五块钱一个月的工资 还管饭 你这待遇快赶上机械厂的正式员工了 雪晨 你真的能给黑子 一个月开十五块钱工资吗 一个拓抹一个钉 黑子虽然脑子不好 但是足够仗义 我养猪场虽然搞不起来了 但我还有土地 我想在上面种植茶叶 茶叶大家都知道 是昂贵的商品 现在的茶叶大多 卖给了外国人换了外汇 普通人能喝起茶叶的很少 如果我能在田里面 种出茶叶的话 那一定能赚大钱 兄弟 你给俺这么多钱 你让俺干啥 俺就干啥 只要不让俺养猪就行 养猪容易挨打 嗯 江雪晨和黑子来到了废弃的养殖场 看着一地的废墟 黑子问道 我们今天做什么 养猪场不做了 但是这里还有这么多的砖头 我不想浪费 我要在这里搞一个大棚 我从上海带回来了一些茶叶种子 我要在大棚里面搞实验 看看什么种子 可以在我们京城存活 算了 你脑子笨 跟你说了也不懂 你听我的气墙就行 这一次江雪晨没有通知陈庆锋 也没有叫村民来帮忙 上一次他被打 或许就跟他太高调了有关 这一次江雪晨打算跟黑子两个人弄 毕竟江雪晨有的是时间 他从上海带回来的茶叶种子 只不过是个幌子 他真正的杀手锏是空间内的太行龙锦 这是2002年才在京城这边培育成功的茶叶品种 晚上的时候江雪晨让黑子 带了些白面馒头和鱼回家 把三娘尝坏了 可是作为母亲 他只能看着两个儿子吃 三娘对黑子问道 江雪晨让你干啥了 怎么让你带馒头和鱼回家了 没干啥 就是垒墙 盖大鹏 大鹏是啥我也讲不清楚 只是听江雪晨说 建好了大鹏可以在里面种茶叶和种菜 听说就是寒冬腊月 都能种出绿色蔬菜 江雪晨这小子可真有本事 你可要跟紧了他 别偷懒 以后我们家也会有好日子过的 三娘当初因为家里原因 不得不嫁给傻不拉几的黑子 但是三娘知书达理 远比黑子有见识的多 她觉得江雪晨必定不是池中之物 第二天一早 江雪晨就去找了黑子 告诉黑子继续弃墙 她要去一趟县城 如果三娘肯帮忙的话 江雪晨可以管黑子一家人吃饭 三娘自然是点头同意的 江雪晨骑着自行车在村口遇到了陈庆峰 陈庆峰对江雪晨说道 昏小子 回来了也不跟陈叔打声招呼吗 你还在怪江有道 上一次大闹养殖场的时候 我没有帮你吗 哪能呢 名不与关斗 对面可是凶残的红袖章 陈叔你也没有办法 陈叔 今天我还有急事 我要去一趟县城买东西 回头请你吃饭 上一次只有黑子替江雪晨两肋插刀 其他的村民想要替江雪晨出头的时候 却被陈庆峰挡了下来 江雪晨嘴上不说 心里终究有了隔阂 这一次江雪晨回到村里 又开始搞大动作 只不过江雪晨只请了黑子一家人帮忙 并没有叫村子里面的其他人 江雪晨骑着车子来到了国营肉联厂 你小子一声不吭地去了广州 家里发生那么多事情 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不拿我徐光头当兄弟 今天我找徐厂长 才是有大事商量的 你竟然不叫我老哥 叫厂长 你小子找抽是吧 你找我有啥事 说吧 我想借你的首富拖拉机 去市里买一些竹子和木材 我要见到大鹏 开辟新赛道了 你小子怎么一天一个想法 之前要搞养殖场 现在又要搞大鹏 大鹏是什么东西 简单的来说 大鹏就是可以一年四季种植蔬菜 可以让人在冬季吃上绿色蔬菜的建筑 真的假的 你哪来的那么多鬼主义 当然是真的 这可是我去广州那边学到的全新技术 别车前天了 你就说首富拖拉机借不借吧